Daisy和Chuck的一個對決 我覺得這已經 這蠻常見的啦 但是其實如果以 單以在貼手的一個近況來說 當然Daisy比較常是擊敗Chuck 但其實 我覺得Daisy的進步是比Chuck來的多的 但是在最近的IDM的一個比賽裡面 Chuck又在 外卡賽的資格裡面 擊敗了Daisy 最後還禁止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判斷起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不過 因為今天的一個比賽 今天的一個比賽 Chuck是被大宇宣2比0 接著又被哈斯坦擊敗 他狀況真的是很明淨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要我個人律師的話 我個人會認為 Daisy的勝率稍微高一些些 那如果律師要比數我時 個人認為 Daisy應該會是你4比2 擊敗Chuck進擊